杨幂几下的四大男神,前三位火起来了,唯独她半温半火,没演技。 说起杨幂,她可是新生代女明星们的楷模啊。从一位默默无名的小演员,变成如今火遍全国的小花旦,还开了自己的公司,成为了明星老板,旗下拥有无数的小鲜肉男神,女神。 今天给大家介绍杨幂几下的四大男神,前三位火起来了,唯独她半温半火,难道是因为没演技? 第一位,高伟光。 说起高伟光这个名字,可能很多网友感到陌生,但只要看到她英俊的模样,大家就会立马记忆犹新,原来是帝君啊!没错,三生三世十里《桃花》中东华帝君便是高伟光出演的。 平级此剧高伟光在去年可是彻底的火了一把啊!举手投足间透住一股绅士风度,加上英俊帅气的模样,吸引了无数的迷媚,成为了新一代男神。 第二位,张冰冰。 张冰冰,2013年因出演《威时代步入演艺圈》,评级出演的韩定一一角成名。 成名后的张冰冰受到了杨幂的青睐,为她安排了许多经典剧,比如《威威一笑很清诚》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《烈火如歌》等等,从配角变成男一。 第一,张冰冰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,成为了杨幂旗下当红小鲜肉男神。 深情的眼神加上呆萌的表情,张冰冰获得了极品暖男的称号。 第三位,张云龙。 张云龙同样是因为出演《威时代》而成名的《小男神》,只不过她在剧中出演的是男主《花佑西》。 自从张云龙得到杨幂的力捧之后,可以说是心系不断,这几年出演了很多剧,比如《古剑棋盘》、《爱的宿帝》、《不一样的美男子》、《轩原剑之汉之云》等等。 张云龙之所以能拥有今天的成就,和老板杨幂有注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外,还和自身的绝对实力有关系。 他可曾是以男生第一名的成绩靠近了北电的,拥有注绝对的实力。 加上高颜值的外表,张云龙走红只是一个过程而已。第四位,刘瑞琳。 要说杨幂旗下捧不红的男神,还得非刘瑞琳莫属。 不是因为刘瑞琳的作品少,而是因为完全不被关注,始终处于半温半火当中。 刘瑞琳出道至今出演了很多剧,还和老板杨幂有过合作,出演了《我是正人》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等剧,虽然有杨幂老板亲自栽培,但始终就是火不起来,难道是因为没演技?不应该啊? 刘瑞琳就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难道是因为没演技?也不应该啊?刘瑞琳帅气英俊的面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以上是杨幂的四大男神,前三位火起来了,唯独他半温半火,难道真的是因为没演技?大家评评。